我們現在開始上的叫做原子量分子量跟末爾 末爾比較重要 但是呢 分子量是它的基礎 然後原子量是分子量的基礎 第一個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原子量 原子很小顆很小顆 所以它的質量非常小非常非常小 所以基本上你沒有辦法去量 一個原子的質量有多大 可是在儀器上 高中才會教什麼樣的儀器 在儀器上我有辦法 能夠量出來A原子跟B原子的質量比 所以我雖然不曉得你的質量確實有多大 但是我可以知道A是B的兩倍 B是C的三分之一 這個東西我可以了解 那麼如果我能夠這樣子了解 我就可以假如我找到一個標準 比如說B是A的兩倍 那A或C是多少 2嘛 2嘛 那A或C的B就是多少 4嘛 我就可以定出一個序列出來 知道每個東西的質量有多大 這也是未來的一種考試題目 A是B的幾倍 B是C的幾倍 那請問你A是多少 B是多少 這樣子 但是這個題目我這裡沒有 並沒有講解 你會寫到別的這個寫得到 那麼所以我只因為我能夠知道質量比 所以我只要找到標準 我就可以定出大家的質量應該的數字是有多大 這個東西就叫做原子量 我目前的標準是用碳等於12當標準 碳等於12當標準 然後呢 碳是12 如果你的質量是碳的兩倍 有多少 24 你的碳三分之一有多少 4 你就會定出一個一系列的標準下來 所以叫做七之一 兩是十六 淡是十四 這叫做所謂的原子量 它就是一個比值 所以單位都消掉 所以它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什麼叫做原子量 原子量 原子的質量 原子的相對質量 比值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原子量越大 就代表原子的質量就越大 原子量越大 原子量是你的兩倍 代表我質量就是你的兩倍 所以這裡有個原子量 那麼只有前面這四個 有顏色這四個要背 其他的通通不用背 七之一 兩是十六 淡是十四 碳是十二 這四個考試的時候 有可能不給 很多題文照給不誤 有可能不給 除了這四個之外 其他的原子量通通不用背 考試如果需要用到 通通會給你 只有這四個有可能不會給 OK 所以什麼叫做原子量 原子的質量 原子的相對質量 相對質量代表原子質量的大小 它只有數字沒有單位 那原子量其實不是整數 用一個普通的講法說 用一個普通的講法說 質量數就是原子量 碳的質量數是十二 所以原子量是多少 十二 但是有同位數 有同位數 而且同位數的比例又不一定 所以科學家用它的同位數的比例去算 算出來就是說 這玩意兒的原子量是多少 所以實際的原子量都不是整數 但是我們考試的時候都是整數 碳就是十二 氧就是十六 不會十二點多 十六點多 你就今天就可以了 那這個細節我們國中不討論 不討論 你知道就可以了 分子量就是把原子量加起來 把原子量加起來就叫分子量 原子量 原子的質量 原子的相對質量 分子量 分子的質量 分子的相對質量 把它全部加起來 就是原子量全部加起來 就是所謂的分子量 我們前面教過什麼離子化 氯化鈉 離子化鈉 它沒有辦法切成一個分子 所以我們寫成一個減氏 就是MACL 那這個時候要叫做莫爾質量 那你也不用管什麼莫爾質量 我們國中生不需要學這麼清楚 這麼仔細 反正通通都叫做分子量 不可以了 通通都叫做分子量 也就是這個MACL分子量這麼大就可以了 OK 細節的部分呢 我們國中沒有這麼追究 只是告訴你說 它不是分子構成 雖然其實不是分子 才叫做莫爾質量 但是 但是對國中生的這件事不重要 它也是一樣 它是從原子量加起來的 所以原子量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所以分子量也怎麼樣 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分子量比較大 就代表分子質量比較大 分子量是你的兩倍 就代表好我的質量大概就是你的兩倍 把它加起來就可以了 好舉例 分子量多少 氫 H2什麼意思 2 兩個氫原子對不對 氫原子量多少 1 所以兩個氫原子量多少 1加1 1加1 2 所以氫的分子量就是2 所以H2什麼意思 2個氫加上1個氫 1個氫是1 2個氫就要乘以2 1個氫是16 所以就加起來 1乘2加起來變成18 它的分量就是18 可以嗎 可以嗎 OK嗎 很好 按多少 單位 請你起來之後 報答案 25 同時告訴我 你怎麼算出來 我告訴我 你怎麼算出來 3 3 3 答案 怎麼算出來 1乘1 1加1加 然後再 1加1加1 你做 1加1加1 1加1 他用加啦 1加1加1 3個1啦 但是你可以1乘3啦 劉酸 1加1 4 4 4 5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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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44 哪來的? 哪來的? 兩個親,一個親是一,一乘二 一個瘤,瘤三十二,加三十二 一個氧,十六,乘以四,加起來 九十八,碳酸鈣 碳酸鈣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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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等一下 多少,一百 怎麼算 一百 一加一加一拉,加一加一 加到一百 好,請坐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十四 十四 四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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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加養多少 碳多少 十二 十二,養多少 十二 十二 那你為什麼說五十六 是五十六 是五十六 是二十八乘以二嗎 不是 一個養多少 十二 一個養多少 十六,兩個養 所以十六乘以二多少 三十二 三十二加十二多少 十三 十二 十五 十四 十二 十四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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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多少 158 請坐 一個讓 23 乘以2 46 一個讓 一個留 32 乘以2 64 一個讓 16 乘以3 加起來 158 除了現在 我剛開始教你的時候 我們會問你這碗頁的分子量多少之外 過了這裡之後 基本上考試題目 不會直接考你這碗頁的分子量有多大 但是你一定要會算 因為我馬上就要教到這裡的重點 叫做沫爾 國中的化學計算 基本上只考兩件事情 一件是考末爾 一件是考末爾濃度 但是你要算末爾濃度 還是要會算末 所以末爾很重要 你要知道怎麼算 要算末爾的時候 需要用到分子量 所以你必須要會算分子量 你才會去算 待會要教的末 所以雖然我沒有直接考你 他分子量有多少 但是你未來通通都要用到 所以你一定要會跟我會算末 OK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